今天有一位微博网友叫做穗寒三友 他爱的南京邻居里说 今天早上在乘坐93路公共汽车的时候呢 发现不易材质的座位非常的破旧 而且这位网友非常细心的数了一下 有一张座椅居然有34个动 穗寒三友说上班时乘坐牌照为苏A63787的93路公交车 座位上很脏而且很破旧 大一点的洞有34个之多 小的则不计其数 这个座椅很破 就是它上面都会有戴上有的洞啊什么的 而且还会有灰尘 这样的话会影响这个形象对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个别现象 我们现在就来到另外一辆93路公交车上 我们发现这个公交车上每个座椅啊 上面都有大小不一的这个破洞 除了破洞之外了 可以说这个座椅也是损坏严重 比如说手指的这个座椅 现在里面的海绵已经裸露了出来 93路公交车车队说 座椅是去年刚换的 但由于耐磨性能差 再加上部分乘客不爱惜 所以出现了损坏情况 目前在南京公交车中 这种布衣座椅已经不多见了 当初设立的时候是为了让乘客乘坐更加舒适 但由于容易损坏和沾染灰尘 下一步布衣座椅很可能会全部换成塑料座椅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